各位你好,我是心齋,一年不生,蔓延放下 熟悉使你聰明,人老有860億神經元,大約是星星等寧長類的3倍 但要維持這麼多神經元運作並不容易,人老大約消耗我們20%能量 但星星的腦只消耗他們9%能量,人老需要這麼多能量 令很多科學家很好奇,畢竟我們與星星有共同的祖先 是什麼因素令我們可以取得這麼多額外的能量呢? 在哈佛大學工作的Rankham教授,在1990年代的晚期提出了一個假設 他說人類之所以能夠取得額外的能量來支持我們的腦 是因為我們在100至160萬億年前學會煮食 因為煮熟的食物比生食容易消化 動物也可以從相同量的熟食中得到更多熱量 目前最古老的火堆大約出現在80萬年前 而人老容積約在60萬年前進行了第二次擴展 為了驗證關琴教授的假設 在巴西里約熱內農聯邦大學的研究團隊分析了13種靈長類的飲食 以了解生食是否對他們的大腦以及身體的大小造成限制 研究結果發現靈長類大腦的大小和他們需要的熱量成正比 除了人之外最大的大猩猩 每一天大概要花8.8小時吃東西 而紅毛猩猩大概要花7.8小時吃東西 黑猩猩大約需要7.3小時吃東西 這樣如果人類和這些靈長類一樣生食 以人類的腦大小來計算 生食就意味著每日至少要用9.3小時吃東西 但我們是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的 因為我們學會了煮食 對於其他靈長類來說 因為每日花7.8小時的用餐時間已經極限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更進一步擴張他們的大腦 雖然熟食理論性的這個研究中似乎得到支持 但其他科學家還是不確定的 畢竟雖然最早的火堆可以回溯到80萬年前 可是並不是所有人類都在那個時候就懂得用火煮食 我在想這個大概還需要更多去開發出新的實驗模型去驗證 但如果每日要花超過9小時 意味著一餐要吃3小時以上的時間 人類的文靈應該不會那麼燦爛 或者我們的文靈應該是絕大部分都是吃的文靈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請點贊 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